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 使用理光MPC2503通用机能芯片 在C2011复印机使用时 则按查看芯片剩余容量的方法 我们在理光C2011机器查看 剩余容量的方法有两种 一可以直接在显示屏上查询 二可以通过法音耗材配置页查看 那不我们来看一下这两种方法如何操作 一显示屏查看容量的方法 首先在机器主页面显示界面 按机器操作面板上的检查状态按钮 然后在机器切换到检查状态屏幕时 点击屏幕维修查询维护信息栏 最后维护信息栏下所显示的 就是剩余碳粉信息和状态 二打印配置页查看方法 首先在机器主页显示界面 按操作面板上的用户工具技术器按钮 然后屏幕就会切换到 用户工具技术器查询的界面 点按屏幕上的打印机特性按钮 我们在打印机特性界面 点按列表测试打印栏下的配置页按钮 机器就会打印配置页 打印完成配置页上的这个位置 显示的就是剩余碳粉的信息 以上就是李光MPC2503通用介入芯片 在C2011复印机使用时 查看剩余容量的方法 打印机锡鼓芯片相关问题找心一答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将积极的帮你解决 O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